拜託你最近也去幫時代力量 幫了一些事情 就要講時代力量的黨主席 王婉瑜最近接受的 就參加一個通秀的時候 火力全開 最關鍵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時代力量跟黃國昌的情節 在整件事情上被點安開來 因為那個主持人其實也 你說歷史恩怨全部被打開來 全部被打開來 因為事實上最主要 對黃國昌的離開 本來時代力量不太願意去講太多話 但是因為時代力量 黃國昌講了一句話 不想當小綠的 就票投民眾黨 這整件事情就讓時代力量炸鍋了 因為他們認為說 當時黃國昌你在時代力量的時候 你最討厭望中給你蓋一個通秀 就是叫你小綠 就沒有想到你現在自己離開了 我們也祝福你 結果你把所有留在時代力量的人 蓋上一個帽子 就叫人家小綠 所以他們才會整個就開始 炮打黃國昌啊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超級好笑 因為那個主持人就問他說 他說那如果你現在看到黃國昌 你也想跟他說什麼 他說事實上 他說你多久沒跟黃國昌聯絡 他說事實上 我們從2020年就再也沒有辦法 跟他聯絡上了 已經三年的時間了 他說那如果你在遇到黃國昌 你會講什麼 就婉婉玉說 我本來以為我716那一場 就是那個民眾大造勢 我以為我會遇到他 結果發現我雖然遇到他 但是我們沒有講到話 完全不跟他們講到話 然後他就說如果你跟他有話 你要跟他講 你想跟他講什麼 他要跟他講是 嗨 你還記得我們嗎 好久不見了 對 好久不見了 然後當然還有講到一句話 他就說黃國昌現在情況是這樣子 他已經被提名了 所以一定是準立委了 但是他同時還在聽牌 聽牌什麼 聽牌法務部部長 這一句話也很酸 就是說所有黃國昌 其實某一種程度是跟柯文哲一樣 都是科學理性物實 是不是很酸 科學理性物實 對 就等於是 所以選擇離開實力道去民眾道 對 而且是包牌 聽牌 所以事實上王婉瑜 你看他向來其實不太口出二言的人 但這一次話 真的是有免禮針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整個最好笑的 其實是呱吉 為什麼 因為想說呱吉你也無黨籍 你什麼的 他一上台馬上說給我一分鐘時間 他就砲打黃國昌 他說原本時代力量 就像口香糖一樣有三種口味 一個是黃國昌口味 一個是林昌佐口味 一個是秋顯智口味 五六年前 你這個黃國昌口味的 把那個林昌佐口味的 趕進殺絕 把作為你口中的小略人 全部都趕離開了 趕離開之後呢 實在力量就以你黃國昌口味為主了 結果呢 結果你搞到搖搖欲罪之後 你拍拍屁股 你就浪槍掉了 然後呢 現在就變成是丟到婉瑜身上 王偉瑜他們自己死撐活撐 撐到現在希望時代力量不要關燈 結果你自己走了就算了 你還給他扣一個綠帽子 然後說 小綠 都是小綠的人 所以呢 呱吉這一段話 整個炮轟出來之後 台下人就開始在那邊鼓噪 就覺得講說 哇 因為你也知道血流成痕 向來是最好看的 所以時代力量的怨恨有這麼多 難怪之前秋顯智還罵 說了什麼話了咧 秋顯智話 我跟你講秋顯智其實那一天 在整個直播內容裡面 也都是罵三字經 罵三字經 罵三字經 賣有求榮 他直接講賣有求榮 其實他主要講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他說在去年的 縣市長選舉的時候 事實上他們是因為 他們自己有提名人 然後他講到一件事 他說很多的 出來選議員的這些時代力量的人 他們是抵押房子 抵押什麼 自己去送錢來 然後就是要去參加這個選舉 希望就是來議員 可以服務群眾的一個願望 沒有想到你黃國昌 在最後一個時間點 你跑去支持黃珊珊 那時候他們大家都傻眼 他就跑去浪糕 就支持黃珊珊了 後來他們講說 你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點 做這件事情 因為時代力量有提名議員 然後民眾黨也有提名議員 當你這個錢時代力量的黨主席 跑去提名 去說你們支持黃珊珊的情況之下 那時代力量的議員怎麼辦 對 所以邱審之就說 你知道你這些 對那些人有多傷嗎 那些人都落選了 那些人現在還背著債務 都背債務 對 結果現在他說 我們都看得很清楚 黃國昌 你當時為什麼要去挺黃珊珊 為你自己名列不分區 第二名在鋪路 這就是賣有求榮 所以他才會用四個字 賣有求榮來形容黃國昌 但是整個事情就演發到現在 我覺得時代力量 能不能在這個時間點存活下來 變成一個很重要關鍵 你也發現很有趣 現在包括誰 包括那個導演 吳念珊導演 對 然後還有包括其他的一些 不同領域的人 在這個時間點 通常還有包括呱吉 都在跳出來挺實力 還有我 那有些很奇怪 我們這些人很多是在不同領域 完全不同領域 那為什麼都在這個時間點 跳出來支持時代力量 因為很多吃力不討好的案子 真的只有我們在聲援 譬如說我去幫他掃街 有兩個 一個就是蘇媽媽 也在全程他住高雄 他竟然陪著秋顯智 特別到新竹 陪他掃了好幾次街 為什麼 因為他的兒子是去當兵 後來發生一些事情 在那個軍營裡面 就整個人就出現了 一個呼吸困難狀況 軍營竟然因為 不願意有那個叫救護車 進軍營太難看 延誤送醫 結果他小孩子後來就變成植物人 後來沒有過多久 他小孩子都離開了 他為了這件事情 想要跟那個國防部這邊 就是要希望討個公道 他說沒有人伸出援手 沒有人要出來幫我 到最後是朋友引見時代力量 秋顯智就帶著他去監察院 後來他們才發現 你知道多荒謬嗎 因為是那個當局的這個 病人越來越少情況之下 他們竟然去猜測 軍中的一些所謂的醫護官 所以 沒有醫官了 沒有醫官了 所以導致在那個人 在第一個時間點 完全沒有辦法有其他的醫療行為 後來也就是因為 這個蘇媽媽的 蘇 他的兒子的辭世這件事情 這是任何的營部不到 有一個醫官嗎 他們後來好像就是因為什麼 裁員然後篩檢 就越來越少情況之下 後來因為這起事件 他們又重新恢復了 就是說你至少還要有最基本的 一個相關的醫療措施 所以那個蘇媽媽跟那個蘇爸爸 來這邊好幾次陪他從高雄 自己到新竹去 然後還有包括鄭信哲 之前那個死囚犯 後來也是因為 那個秋顯智幫他們打官司 所以呢 事實上王瑋瑜還講了一句話 他說今天我們做了很多事情 都是沒有掌聲沒有美光燈 我們做了很多事情 那為什麼我們要進去 因為他們不會咆哮 對 因為 你知道那一天賀瓏 送給他一個禮物 就是咆哮小雞 他就說 那個我送你一個咆哮小雞 後來王瑋瑜就講了一句話 叫得大聲不代表一定會咆哮 所以某一種程度上 他們時代力量下火力全開 就是希望為自己 找到一個最後生存的路 來到迎來 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站上掃街車手拿麥克風 想與選民零距離 但不曉得是天氣太冷或是如何 街道上反應稍微冷清 但還是有民眾跟在一旁小跑步 想展現最熱烈的支持 民眾反應如此 似乎讓柯文哲認為自己是最強母雞 不斷想幫藍營小雞站台 市場的實力原則 就是說 對國民黨的小雞們來講 他要找比較強的母雞來幫他 柯文哲的認知與藍營的認知 說實在是天差地遠 不只強度想法不同 連韓國瑜親自說出口的集中選票 柯文哲也有自己解讀 韓國瑜說的話或許只有柯文哲自己知道 只是前一天有所謂挺郭老虎軍團表態對柯支持 卻馬上被真正的中華民國老虎軍團 發聲明駁斑斥 挺的是中華民國派 郭台銘本人 到底知不支持柯文哲 他也有自己的想法 像國民黨在情緒勒索他 我都覺得不對了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把他當朋友的話 啊你們沒有把他當朋友 就每天要勒索 情緒勒索嘛 只是想積極向外拉支持的柯文哲 或許得先搞定內部分裂 不只有謝麗公黃珊珊內鬥 過去柯文哲還曾形容蔡壁如是年更搖 擔心他權力做大 姚立民更指出 柯文哲過去常常有各種貶低蔡壁如的話 柯文哲的能言善道加上對自己的信心 或許是他能走到此時此刻的最大關鍵 東森新聞直直中心綜合報導